蓬勃报道 拜登政府有意把六间华为供应链厂商 列入贸易黑名单限制出口 其中包括了彭靖跟新凯莱 两家半导体设备制造公司 而说到了半导体 美国总统拜登周三就宣布了 将向自家半导体大厂英特尔 提供将近200亿美元 大约是台币6200亿的巨额补贴 让英特尔未来的五年 在美国四个州能够扩建新晶片厂 而这个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半导体补贴案 能够帮助美国在地制造的先进晶片 在全球市占从现在的零 一口气提升到百分之二十 当前影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美中竞争里 最具关键影响力的东西 莫过于半导体与晶片 美国总统拜登周三 就对半导体产业寄出大手笔政府补贴 试图在这场高科技竞争中取得更多优势 除了85亿美元的政府直接投资之外 还有111亿美元的政府贷款 总计将近200亿美元的补贴 促使英特尔接下来五年在全美 至少投入1000亿美元建厂与扩厂 如此一来将有望让美国国内自制的先进晶片 在全球占比从目前的零压蛋 一口气抬升到百分之二十 拜登参访英特尔亚利桑那晶圆场时 对美国将扩展的先进晶片生产力大表赞赏 也不忘借机暗批对手川普 只知道减税帮助财团 却让大量美国的工作机会被转移到海外 同样计划在亚利桑那州设厂的台积电 目前疑似因为美方补贴迟迟未能到位 以及当地缺工问题导致计划延迟 如今美国自家的英特尔率先获得巨额补贴 有可能为接下来其他半导体业 在美国的设厂计划拉快进度 因为拜登政府已经表明 预计在接下来几周将陆续宣布 对台积电以及南韩三星电子的政府补贴计划 除了增加先进晶片的在地生产 美方同时也计划加强限制中方取得先进晶片的管道 据报美国考虑制裁和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相关的半导体公司 华为去年八月发表的Mate60系列智慧手机 搭载了7奈米处理器 虽然在拆机后确认相关技术仍然落后于美方多年 但这仍显示华为取得了一定的技术突破 这让美方拉响警报 彭博近日引述知情人士说法指出 拜登政府有意把多间为华为供货的半导体商 列入贸易黑名单限制出口 被点名的包括晶片制造商青岛新恩 申为旭以及彭新旭 此外还有彭靖高科技与新凯莱这两家半导体设备制造公司 他们被美方官员怀疑充当代理人帮助华为取得 受到限制的晶片制造设备 尽管北京当局高分倍反弹 但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提防警戒却是日益增温 从过去几年中国投资人在美国各地买下大量农地牧场置产 引发民众对于粮食安全的担忧 不少州政府陆续立法要禁止外国人 甚至点名禁止中国与俄罗斯等竞争对手购买美国土地 而TikTok对美国国家安全和舆论的影响力 更成为两党议员锁定焦点 美国参议院周三举办一场讨论TikTok风险的闭门简报会 会后参与会议的议员表示将尝试解密会上的部分机密讯息 让大众了解 以便进一步推动把TikTok从中国母公司剥离出来的法案 美国尽管在政界对北京当局的戒备防范不断提高 商界却仍然积极拥抱中国市场 例如苹果公司CEO库克周三就现身上海 并且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中国是苹果公司最重要的供应链所在地 未来仍将加强合作 在中国市场仍然具有高度吸引力的情况下 中美之间这种政治对立经贸依存的状态势必将持续 TVBS新闻综合报道